山寨西在整治河道时没有在社区召开会议 让村民意见参与 因此最近网友纷纷po文说这项工程 影响到当地的生态和美观 布拉旦社区发展协会常务理事游秀主表示说 整治河道是好事 不过在施工前没有和当地沟通就贸然施工 犹如清水沟斑的方式潮潮了事 破坏生态和山寨西美丽风景 近日协会将行闻到华联县政府和秀人相公所 邀请到社区来召开会议 让大家可以天天村民的行神 每逢大雨来年的时候 山寨西的水位就快要超过桥面了 甚至要沿过一旁的道路 最终的需求就是希望道路能够提高 所以才不会沿到唯一的出路 由于华联县政府建设在整治河道的时候 没有在社区召开施工前的说明会 来和当地的乡公所村民们进行沟通交换意见 施工之后 网友们纷纷破网反应是相当的大 由于大兴图目 大大的破坏美丽的生态自然美观 布拉旦社区发展协会常务理事 有些书表示 村民们的三大诉求 兼具美观 生态安全 这样卑微的心声 谁能够知道 今天针对这个工程呢 那村民也都很茫然 就是不知道这个工程的目的是什么 那就是它要达到的功能是什么 那也没有到地方召开一个说明会 那我们也问过旭林乡公所 那旭林乡公所也不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条工程 如果是要整治 对生态上 对防洪上有什么帮助 因为历年来 我们这边的洪水 跟整个井 都是我们这边三战溪 是最有名的 就是国内外最知名的苏西圣地 而且就是有小太陵的支撑 那现在这个状况 很像是灾后的 在整治的河川 其实我们三战溪 不是这样的一个样貌 风景样貌 我希望就是在做的这个单位 一定要马上停工 然后到地方上召开说明会 最基本的态度是 要让我们老百姓了解 知道是做了什么样的工程 今天在我们三战溪 今天这个样子 很难看 很像是受灾后的 我们三战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景样貌 我希望施工的单位警惕这一点 然后我们三战村民 现在很惶恐 而且每一个人网路上都在大骂当中 我希望施工单位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希望 而且因为 我们一直找今天这个施工的那个标示 也没有标示出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程 是哪一个单位做事做的 竟然都没有 社区上找不到一个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不能让我们三战溪 村民 两岸的村民有知道的权利 我呼吁这一点 不然我们村民会起来抗争 我们社区一直卑微的要求 就是给我们一个美观的环境 然后生态栖息地的安全 跟我们居住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么卑微的要求 难道政府都做不到吗 有时候就表示 社区曾获得全国模担社区环境保护特优 以及生态保育有成等多项奖项 而这是大兴土木的整治河道 如今看来是一大讽刺 一有小太魯跟美名 就会从此消失 大家都不会来这里玩乐 记得喜欢 休息一下吧